好 现在夏天快到了 是用电的高峰期也紧接着也要到了 现在呢鼓励民众省电 现在是有方法了 经济部能源局现在要推出 县市省电比赛 您知道吗 全台湾省电第一名的县市 以后用户的电费就可以打85折 如果再加上现行的省电方案的话 一个用户每个月的电费 最多就可以打到6.8折 夏天快到冷气几乎是扎扎必备 但是一个月吹下来 电费也相当可观 为了节省能源 经济部能源局要推出 县市省电评比竞赛 如果加上现行的省电方案 一户的电费每个月最多可以打6.8折 对啊 对我们来讲是不错的啊 对啊 如果你节省用电的话 是很不错的啊 根据省电比赛的规定 全台湾省电第一名的县市 用户的电费可以打85折 第三名也有95折的折扣 看的就是电费比去年减少的幅度 不止县市的电费要比去年同期低 用户的电费也要比去年低 才能享有打折优惠 现行的省电折扣是看单一用户 如果电费比去年同期少5% 就可以打95折 现在又加上省电比赛 一个用户每个月的电费 最多可以打到6.8折 如果以一般的家庭来计算 平均每个月的电费是1167元 如果打了6.8折 每个月就可以省下300多块 假如是夏天有吹冷气 一个家庭一个月的电费 马上暴增到3000元 打6.8折的话 可以省下将近1000块 我觉得还可以啦 还有多少加减补吧 很划算啊 打6.8折很划算啊 会用到差不多3万块左右 电费可以打折 最高兴的就是餐厅老板 因为像这样普通的自助餐店 一个月的电费竟然可以高达3万块 如果能打6.8折 一审可就省了将近1万块 省电比赛7月上路 能源局花招百出 祭出优惠方案 就是希望夏天用电高峰期 民众能多省省电 终于新闻李俊华丁小凡 Table到